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 那今天为您请来华信头顾林和彦老师 老师你好 怡婷好 大家好 是林和彦 台湾昨天地震 美股也地震了 那道琼指数一度下跌到356点 恐慌指数进一步蔓延 老师你怎么看这情况 好的 美国大地震 台湾也跟着大地震 只是美国是金融市场 道琼一天跌了666点 你知道是道琼有史以来史上第六大的跌幅 那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跌幅 确实会让人家紧张 所以目前大家在关心什么 第一个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美国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跌幅 第二个 多头走完了没 你看从雷曼事件结束之后到现在 全球股市已经走了九年 进入第十年的多头 这个多头结束了没 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那第三个就是会不会出现崩跌 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你我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 那我先针对这些问题来跟大家做一一的解答 让你能够看清目前的一个现况 那首先为什么美国股市会出现大跌 你知道在礼拜五时候美国发布了一月份的新增就业人口 增加了20万人 这个数字是好数字哦 代表美国经济是持续成长的 所以美国经济数据的成长让市场担心什么 你知道今天礼拜一 美国新的联准会主席鲍威尔今天要上任 那上任之后第一件事 他会内部会开会 开完会之后即将会发布 今年度新的利率政策到底会有几次的升息 那前任主席叶伦在他卸任之前 他特别讲了 整个政策还是维持循序渐进的 预估今年还是只有三次的升息 因为他那样的说法让市场还蛮安心的 可是进一步的经济数据的成长 让大家担心包尔金这次上来之后 会不会决定四度或五度的升息 因为这样预期心理 让整个市场在上礼拜五卖压全部涌现出来 这是美国股市上礼拜五下跌的主要原因 我想整个行情下跌分成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利空下跌 因为利空的关系导致于危机出现 那那个下跌就比较麻烦 相反的有一种下跌是利多而造成的下跌 因为涨多了发布利多 有人趁利多来做获利了结 那这样的下跌本身来说是属于正常的修正 所以上礼拜有下跌是怎么样 利多的下跌 所以这应该只是一个正常性的修正而已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跌是 最担心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无预警的 也就是说当你没有犯犯措施的时候 突然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 比如说921大地震 对不对 921大地震你无法想象到 而且状况又是那么的惨烈 比如说像美国的恐怖911 大家没有联想到恐怖分子 竟然会去撞那个双子星大楼 再来比如说日本的板神大地震 那个灾情又那么的严重 所以突发事件你无法预知 所造成的恐慌心理才是最危险的 而礼拜五美国股市是因为 经济数据太好而造成获利了结 因为是有预期心理 所以这个不会酿成大灾害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所以总结来说你看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川普上来之后 美国股市涨了8733点 涨幅高达49% 而台北股市这段期间 我们涨幅输人家一半 所以你不用怕 这个行情只是一个正常性的修正 尤其今天的行情 我要跟大家做一些细部的分析 间谍179点 涨停板竟然比跌停板加速还要多 而且在下跌加速里面1378加里面 竟然有高达1270加 跌幅在2%以内 占了上市位77% 代表什么 代表今天的跌是平均化的 大多数都跌1%2% 那这样的结构整个行情 是很容易化解的 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 找那种底部的GEO股 本一笔低的股票 今天很多低档买盘都出现了 所以这个行情 危机跟转机是一瞬间 好的股票 市场一定会继续支持它 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老师的分析 那我来总结一句就是 每股大跌 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 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请收看一分钟看台股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一分钟看台股 提供给大家礼拜二看盘的重点 礼拜一台北股市跌了179点 大家很担心很恐慌 那其实外资只卖了83亿 以跌幅那么大 外资只卖这么少 其实代表外资撤退的动作 其实不多的 所以大家不用做过度担心 那第二个更重要的 在礼拜一的大跌之中 下跌加速平盘到跌2% 竟然高达1270加 那占了将近77% 即80% 代表着礼拜一的跌幅是平均分散的 这种平均分散 行情的恐慌度就没那么高 随时行情回升化解机会是很大的 那第三个其实你可以发现到 今天底部的股票 低本益比的股票其实都很安全 甚至于随时反共机会都很大 所以在选股上你往这方面去找寻 应该都会有很好让你赚钱的机会 提供给大家参考